大家好我是公邦华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荒谬 一个诚实说谎的儿皇帝 碰上了一个华丽转身的新鸡女 结果打得难分难解 让外界是跌破眼镜 首先说川普好了 我认为他就是个小朋友 住在大人的身体里面 但是他天赋异禀 只是人格扭曲 川普呢有一种小朋友 与生俱来的直觉 他的嗅觉很灵敏 你看他先去看灾啦 然后呢他整个崛起 是因为他秀出了一个 前所未有没有人秀出来的东西 那叫白人的恐惧 很多失业的白人 担心接下来没有工作 川普呢一副就是为他们伸张正义 打出反移民 这是天才之举 民调三点多呢一路往上冲 另外他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共和党 但是他懂得抓住了保守党 他们有一个最高的神主派 叫做反堕胎 因此他当上总统之后 真的成功的让最高法院废除了宪法保障的堕胎权 至此川普成功的加持了共和党 创立他自己的新兴宗教 他当教主 期间不管他有多离谱啦 谎话连篇啦 人格偏差啦 他的川普粉呢完全不在意 甚至认为呢是他的特色 我们来看他的服装好了 川普名是大个儿对不对 但是他穿西装却一定要放垫肩 然后呢他的领带要拉得露露的 可是很奇怪哦 他喝水的时候呢 却要两只手才能举起那个水杯 产生很微妙的落差 而且呢他的讲话呢 非常执着的要在尺寸啊 大小上面做文章 尤其他一定要强调啊 他的造势场合是最多人的 他一定会说largest biggest 然后讲他自己呢 一定是我是best greatest 然后他有唯我独尊的倾向 只有我能做到 I alone can fix it 你想他到底是自卑自大自恋 还是以上皆是呢 其实他的侄女玛丽提供一个 很好的解读啊 就是川普呢 从小没有得到父爱 他的父亲很苛刻 他只在乎成不成功 赚不赚得了钱 所以呢川普呢 就开始呢自我的膨胀 他就活在他自己的 所创造出来的想象当中 有一位TOKESHU的主持人 说得非常好 川普其实呢 他是人类啊稀有的品种 是一种叫做honest liar 就是诚实的说谎者 他讲谎话太诚实了 他已经非常入戏 所以川普其实是演啊 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川普 而这个川普呢 可不是什么总统 他事实上是皇帝 他呢认为自己是凌驾在法律之上 所以呢当他说我怎么会输呢 所有人都相信啊 他的川普迷就认为他不会输 比较清醒的人也不在意 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川普所有的谎言 只是为了他的最高价值 在服务而已 所以这次的选举 如果川普赢了就算了 如果川普输了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很难想象 可是这真的是可能发生的剧本啊 因为他碰上了一个华丽转身的心机女 好我这样讲贺锦丽是不是很像贬低他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到底是怎么串身上来 现在可以选总统的呢 其实贺锦丽过去几年啊 大家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 唯一有印象的就是他常常的语无伦次 不然就是狂笑不已 他最常说的就是 我妈说常常对我说 难道你是从椰子树上掉下来的吗 然后就开始狂笑 其实他想要说的是啊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其背景啊 的确他的串起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事实上贺锦丽在29岁的时候呢 就和一位60岁非洲裔啊 非常有权力的政治明星呢 谈恋爱 那这位布朗先生后来也当上了 旧金山的市长很有权力 他公开承认有这段恋情 而且坦诚啊 他在贺锦丽的生涯初期帮助他很多 甚至任命他一个重要的工作 当然贺锦丽后来也非常力争上游啦 他呢就一路的往上爬 只是大家在检视啊 他这一路呢 这个崛起的过程中 发现他的立场常常转变 甚至呢在枪制管制啊 费死这种议题 他可以看风向而改变 还有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种族背景 当呢2020年呢 他决定出来选总统和拜登一起参加党内的初选 然后呢这时候呢 他就利用辩论的场合呢 狠狠地敲拜登一记 他说拜登啊 你在70年代呢 你是和种族隔离者呢合作 而受伤的那个就是小小的我 那个小女孩啊 讲的拜登一副呢 好像呢很惭愧的样子 大家那时候担心拜登是不是选不下去了 后来呢 同党的人呢 有一位呢参选就看不下去 他就跳出来呢 仗义直言 他就问贺锦丽 他说你当检察官的时候呢 事实上你把1500位啊 跟大妈 违反大妈相关法律的人关进去 可是大家问你 你有没有抽大妈的时候 你却只是傻笑 对于这个问题 贺锦丽居然真的就直接跳过 然后就没有回答 事实上呢 后来大家发现 他的确在广播节目中公开承认 他自己抽大妈 而且还要说 你看我家族一半是从雅买家来的啊 意思就是说 不乎麻才奇怪 可是这句话惹火了他的爸爸 他的父亲就出来公开指责 自己的女儿喜欢在族裔上做文章 后来贺锦丽根本就选不下去了 很早就被淘汰了 只是拜登呢 出现之后 在选副手的时候 强调他要一个女性多元化 然后大家就来想 会不会是贺锦丽呢 果不其然 贺锦丽出现了 这就是所谓的 D.E.I. Hire D.是Diversity 多元 E.是Equity 平等 然后I.Inclusion 包容 意思就是不是因为他的能力 而是他的背景 而被青睐 你看他当初 很打拜登的策略 是不是奏效了呢 只是呢 他当上副总统之后 拜登很快就发现啊 他是个空心女啊 他把拜登吓坏了 拜登原本只要担任一任的啊 后来托老命呢 要竞选连任 其实就是对贺锦丽 投下了不幸的票 而贺锦丽呢 当然他只好 因为自己选的副手嘛 所以呢 当拜登呢 被大家发现失智以后退选 他只好呢 就提拔贺锦丽 没有想到贺锦丽 真的摇身一变成为 民主党的救星 难道一天就从 空心女变成 实心吗 当然不是啊 他现在大家是用希望 来包装他 因为他真的可能成为 许多的第一 如果他当选 那就是美国 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总统 这是不得了的事 还不要说 他加上他又是印度裔 非洲裔 这完全符合了 民主党所谓的进步价值 所以现在呢 有一位根本只是假装相信 保守价值的 诚实说谎者的一个 儿皇帝 这个大白男 碰上了一个 没有什么中心思想 只是知道不断包装自己的 这个新机女 然后是个少数的族裔 两者打选战 当然了 非常的精彩 大家以为啊 接下来会打一场呢 所谓identity politics 也就是说呢 自己背景认同的政治大戏 可是事实上 却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这同时也是 为什么目前 双方还算势均力敌的 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回聊 拜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